Je suis professeur de français, je suis professeur du français, de français, du français, 大家也许经常会有这样的迷惑, 这也是我在你好法语这本教材教学当中呀, 大家提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之一啦, 那也就是这次的的后面, 什么时候这个名词需要加贯词, 什么时候不需要加贯词呢? 就像咱刚刚所说的, le professeur de français,还是le professeur du français呢? 相信这个问题的话呀,大家也都有, 那今天的话,我马可老师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区别一下, 这些名,这些杰斯德的后面, 什么时候需要加贯词, 那首先呀,大家需要先掌握几个非常常见的, 也非常好区分的这种词, 后面杰斯德加名词的这种情况, 那比如说第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副词, 加德加名词的这种情况, 那副词加德,比如说像beaucoup de, 或者说是acide, 这些啊,比如说je beaucoup d'amis, 我有好多朋友,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beaucoup de后面的这个ami, 是没有加任何贯词的, 我们的德直接进行了声音, 那je beaucoup d'amis, 那比如说je assez de livres, 我有很多的书, acide它也是一个副词, 所加的的,后面的名词的话, 同样是不需要加任何贯词的, je beaucoup d'amis, je assez de livres, 副词加戒词的, 后面所根的名词是不需要加贯词的, 那第二种情况, 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带戒词的的, 那就是动词带戒词的, 如果是动词所带一个戒词的的时候呀, 往往后面的这个名词,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需要加上贯词的, 比如说, vous parlez du café? vous parlez du café? 您在聊, 你们在聊咖啡吗? parlez de quelque chose? 讨论某事, 我们知道barler这个词, 后面加得的话, 一般是谈论的内容了, 那barler du café, 那后面的咖啡的话, 代表一个事物的整体概念, 定贯词的用法, 事物的整体概念的时候的话, 我们前面会加上定贯词, 那barler后面所带的de, 遇到咖啡前面所带的定贯词了, 我们会进行说和变成du,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会说, vous parlez du café? 您在说咖啡吗? 你们在聊咖啡吗? 那所以这个情况的话, 动词带de的时候, 后面的名词, 我们需要加上贯词,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那第三种情况的话, 一般就是, 我们所说的这些数量单位, 后面也会带上de, 比如说, 我们所知道的, une boudet du, 一瓶水, 那瓶子是boudet, une boudet du, 一瓶水, 水的话, 我们知道通常前面会加上一个部分观词, de lo, de lo, 因为一些水嘛, 通常喝的, 吃的这些的话, 前面都会用部分观词, 那这个时候呀, 我们会说, une boudet du, 前面的de la, 这个部分观词, 我们给省略掉了, 大家需要注意, 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加贯词的, 名词的前面是不需要加贯词的, 那又比如说, un kilo de farine, 那这是我们在你好法语第17课学习过的, 一公斤的面粉, un kilo de farine, 那这个时候的话, farine的前面的话, 也不需要加上任何的观词, 那这些数量单位加名词的时候, 中间通常会用de来连接, 这种情况, 也是不需要加上任何的观词的后面的名词, 那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好区分的一些, 后面带名词, 接着de后面加名词的时候, 我们需要加观词和不加观词的情况, 那接下来, 咱就回到这一课我们所说的重点, le professeur de français, le professeur du français, 到底是应该用哪个呢? 我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professeur是一个名词, francais是一个名词, 那这个时候呀, 前面是一个名词, 后面是一个名词, 用一个de来表达并列的这种关系的时候的话, 那这个de后面所跟的这个名词是否需要加观词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官方定义啊, 官方定义给咱说的就是, 如果两个名词之间是表达所属关系的时候, 这后面的名词, 观词不能省略, 也就说呀, 后面的名词是需要加观词的, 那大家可能看了官方定义以后呀, 也是一头雾水的, 因为这里面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词, 所属关系, 什么是表达所属关系呢? 那我们其实可以按照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我通常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判断的, 比如说大家需要判断, 这句话如果按汉语翻译过来的话, 是否需要加上de, 谁的什么这个东西, 如果需要加上汉语当中de这个词的话, 那通常就是表达所属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汉语翻译过来的话, 可以看到有一个男孩们的书, de, 有出现了一个de, 这个时候的话, 男孩的前面我们就需要加上观词了, 那就是le livre des Français, 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加观词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例子啊, le livre de lilliphon, le livre de lilliphon, 这句话大家会怎么翻译呢? 我们翻译过来肯定是大象的眼睛, 因为le livre是眼睛的意思, eliphon是大象, 那在这的话, 大家一定会读说大象的眼睛, 这个时候也有出现de这个词, 那所以我们前面的话, 大象的前面需要加上观词, le livre de lilliphon, 那这种情况都是表达所属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听到谁的什么的时候的话, 出现这个de的时候, 也就是说需要加上观词的, 那比如说我们再来看一些不需要加de的这个情况, 大家看这个例子, le livre d'histoire, le livre d'histoire, 这句话大家肯定翻译过来的话是历史书, le livre d'histoire, le livre d'histoire的话, 大家知道是历史的意思, le livre是书, 那在这的话就是历史书, 大家不会说成历史的书, 这种的话就会非常奇怪听起来, le livre d'histoire,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不是表达所属关系的, 我们不需要加de, 不需要加观词的, 直接读, le livre d'histoire, 那我们再回到最初的一个问题, le professeur de français, 还是le professeur du français呢, 这个时候你需要想汉语当中的翻译是, 法语老师, 还是法语的老师呢, 很明显, 我们要表达的是, je suis professeur de français, 并不是我是法语的老师, 而是我是法语老师, 那这个时候呀, 法语的前面是不需要加观词的, 我们直接说le professeur de français, 法语老师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我们在法语当中呀, 也是大家初学法语的时候, 遇到最常见的一个问题了, 我通常是会这样给大家去解释, 也是最好用, 最方便的一个记忆方法了, 小伙伴们学会了吗? 那接下来最后, 老师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题目,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能去分开的话, 可以在下面打一下你的答案, 那第一个问题, l'ordinateur, 然后横线, étudiant, 那中间的话是用de l'étudiant, 还是d'étudiant呢, 然后第二个, l'égur, 横线, économie,